为什么修炼这些方术能可以成仙呢 咱们总是要问个为什么 因为这些方术被认为是什么 模拟天地造化 简而言之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对科学的看法 就是你对宇宙奥秘了解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些宇宙奥秘对这些了解 物理化学的这些了解运用到 科学技术中去 古代的方术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它们会把对宇宙奥秘的一些表解 五行八卦之类的 然后运用到这种技术中去 方术方极中去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列子中有中国最早的一个机器人的记载 很有名 周沐王剑演师 演师制造了这个机器人 我们就会发现 他的这个机器人的记载 这个制造 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一种仿制 比如说里面的这个五脏对应的这个五行五官的关系 如果大家对中医有些了解的话 看《皇帝内经》都有相似的记载 这个五脏和五官的关系 这个实际上就是古人把自己对于世界的这样一种认识 运用到这种技术中去 最后呢周沐王感叹说 人之巧可与 乃可与造化同工乎 简而言之就是说 天哪 人的技巧居然能达到天地造化的水平啊 这句话实际上 古老金来有很多争论 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 周沐王实际上是赞叹这种技巧的 人类的这个技巧真厉害 竟然能跟造化一样 另一个说法呢 周沐王是鄙视这种技巧的 就是说 人这么辛苦苦制造出这么一个机器人来 跟人一样 跟人一样有什么了不起呢 是吧 大自然什么都不做 自然而然这个人就产生了地球这么多人 但是呢 不管是从哪一方面说 总是这个预言中实际上是一个证明 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个古人证为 人是可以达到造化的水平 我们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是吧 就是说 方数是在古人看来 完全是可以模拟演化 天地是道的